肖战演技怎么样? 如果这个问题是在他出演《如闷之闷》之前询问, 那么粉丝与黑子已经会给出两个答案。 粉丝之所以能够成为粉丝, 尤其是肖战是靠魏无限出圈。 那么粉丝们一定是对肖战的演技所打动并且保有高度的欣赏, 黑子变成黑子的行为。 那就是处处看肖战不顺眼,尤其是他出圈的演技。 奈何一场场《如闷之闷》演出下来, 肖战一次次在舞台上进行演技的现场直播, 业内诸多大道。 制片看过之后对于肖战的演技大大夸赞。 最近郭静宇导演在评价《如闷之闷》支持赞扬肖战的表演非常惊艳。 如此一来,黑子们对于肖战的演技问题也是必可不谈了。 那么当所有人都知道肖战演技不俗, 并且他还在不断提高时, 本就作为顶流的肖战, 自然被更多人期待他的下一个作品究竟是什么? 单纯看颜值想要铁颜的网友自然是希望肖战可以多演古偶言情, 毕竟他们只需要国足的演影,其他管他呢。 真正为肖战考虑, 期待他转型的粉丝自然不会希望肖战去接所谓单纯靠脸的作品。 他们期望肖战合作好的导演, 好的剧组, 有好的本资。 残举合时,肖战要出演许客作品的消息就曾经传了出来, 只不过被粉丝们那一溜揣的非官宣布约挡了回去, 毕竟肖战的影视约大都在心里, 他也更多的是与内地导演合作, 又怎么可能突然与香港导演搭上编呢? 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平平无奇的网传, 而且在营销号嘴里这个网传已经被肖战推了。 毕竟是翻拍, 他肯定会慎重考虑的。 谁能想到这个传言竟然会再一次卷土重来。 一时之间, 粉丝们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了。 最近肖战在出演《如闷之闷》时, 被粉丝们发现他正在流长发, 发尾处特意加长尾剑, 应该是在为了新节色作造型留得。 可如果肖战真的再一次去拍电影演古装, 那就没有必要自己留头发了, 直接套头套就行了。 而金姑扯的点藏掌也要开始了。 肖战也被带拍拍到前往上海的路透。 路透中的肖战很明显头发又长了, 都将眉眼遮住了。 整个人的身材对比起娇阳帮我激动也是更显消瘦, 似乎真的在为新资源做身材管理的准备。 无论肖战的下一个资源究竟是什么? 对于他来说, 目前应该要完成的认为应该是参加Gucci的点藏掌了。 毕竟作为Gucci心爱的品牌代言人, 连米兰时装中肖战都给面子完成了。 更何况是Gucci自家举办的活动呢。 点藏掌之后, 想必肖战就应该关闲自己最新的资源了吧。 毕竟这顺材管理都已经开始了, 想必距离关闲的时间也不短了。 肖战是否能够出演徐克的作品? 大家不得而知, 但很明显, 肖战是不缺资源的。 如果他们之间真的合作, 那么徐克导演的作品票房是有保障了。 而肖战也能够拓宽自己的人脉, 与更多有实力的导演认识并合作。 又何乐而不为呢?